就怕事没造成 公司成了全行业的一大笑话了 没敲门又进来 妈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坐得住啊 您看看 这个是什么 您看看 这不是童童的体检表吗 有问题吗 问题大了 您从她的预产期往前推推看 看她什么时候怀的孕 有什么话直说 别绕来绕去 她怀孕的时候啊 刚好是您和大松去俄罗斯的时候 您这么一去就是大半个月 他们两个哪搭得上啊 偷梦啊 我怀疑啊 她这个孩子一定是个野种 她外面一定有个野男人 然后和那个野男人 他们两个串通起来 来骗取高家的财产 我就觉得奇怪了 您说她这么多年来 您也不让她进门 她不走也不闹 正常吗 换成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 早就不干了 她这在等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 她不惜握心常胆了那么多年呢 没根没距的话 你瞎编什么呀您 这还不是问题呀 那她的野种哪儿来的 您还要给她办什么世纪婚礼 这要让行业里人知道了 我们高家就完了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说的这几句话 就到此为止 不准泄露出去 如果泄露出去 别怪我这个当婆婆的 这个当妈的 不好当 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俩可是为公司着想 出去 走了走了 让妈自己权衡吧 妈是个经历过风雨的人 分得清轻重缓急 好 董事 老孙 今天我们公司的员工体检都做了吗 目前公司事情很多 准备安排在上市之后 马上去联系一家医员 下周就开始做 这么急 好 完了 快五个月了吧 我给你联系了一家最好的医院 想带你去做一个检查 该做的检查我全都做过了 还需要做什么额外的吗 你做的都是些常规检查 我带你去做的是羊水穿刺 她不断能判断出孩子的性别 而且还能判断出孩子是否健康 这可是我们大孙的第一个孩子 我这个大奶奶的心里就是紧张 我看不用了吧 我听说羊水穿刺还是会有危险的 所以啊 我给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 最好的设备 万无一失 您就那么在乎孩子的性别吗 你误会了孩子 我最在乎的是你的健康 孩子的健康 走吧 医生在等着我们 一定要去吗 是我们高家的孩子一定是万无一失 那这样吧 我先到车里去等你 你先上楼去换换衣服 不用担心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检查 一会儿就好 安全性很高的 大夫 你小心一点 千万别伤着我的孩子 不会的 只需要抽取一点点羊水 用于化验 嗯 嗯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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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一看这个 不用看了 那天您逼着我去做羊水穿刺 后来我知道大松也去体检 我就大概猜到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怪不得你这么坦然 该来的总会来的 只是早晚的问题对吗 给我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恐怕需要您 儿子亲自给您 你说什么 大松知道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您儿子不但知道 而且从头到尾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天哪 喂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妈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这个孩子是谁的 告诉我 妈 你已经别生气 这事呢说来话长 我跟小彤给您慢慢解释 这个孩子 妈 这个没有血性的家伙你 你被这个女人怎么 迷得五迷三道了 合着火来骗我 我打你 妈 你这不消之死 妈 别给我打你 妈都怪我 是我错了 是我不能生育 我们在精子培心库 弄出来的 你再说一遍 是你不能生育 是你不能生育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她不敢说 她从小在您眼里的训斥里长大 早就养成了不敢对您说实话的性格 可我是她的妈 我是生她养她的亲妈 是 您同时也是生杀大权的掌控者 她怕被您抛弃 已经怕到了精神抑郁的地步 这么多年 每次您逼着我生孩子 就像拿鞭子在抽她一样 她心里很郁闷 但是从来不敢告诉您 这就是您的儿子 阿姨 您了解过她吗 你真正理解过她吗 她曾经自杀过你知不知道 我在这座急行的房子里 我也早就待够了 要不是因为同情大宋 我早就走了 可是我走了我能解脱 大宋呢 大宋她怎么办 她就我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 所以为了她我忍了 为了她 我怀了现在肚子里这个 不知道是谁的男人的孩子 你妈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可怕的人 让你都不敢接近我 不 妈 没有 没有 妈 不是的 妈 你一点儿不可怕 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 我是该打该妈 你妈 我现在就不想再说 那是你们也有的 好 来 我来说 你不想再说 你没想到 我来说 你不想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